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7月31日 星期日 今集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like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浪冷气》 两个频道都希望大家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帮忙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说什么呢 我看到很搞笑 看到那群黄友不断在报道 又说自己有一套新的关于这些什么反送中的纪录片 《杨威国际》 怎么叫做《杨威》呢 据他们所说 在国际电影节里也叫做登场 这套戏的名字叫什么呢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似是一套戏 似是一套纪录片 因为你有你的倾向性的话 那你其实整套戏都是为了你的目的 而去抽取一些觉得是纪录片的内容 来造成一套你想带出的思想的纪录片 当然你可以纪录只是一部分都可以 你不需要纪录全部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纪录一部分的话 那还是不是一套好的纪录片呢 即使如此 中国历代的皇帝 要找人帮他们写那些史记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说 对我不理的东西就不准写 对我有理的只可以写 还要扭曲事实的话 那是否一个完整的历史记录呢 好了 回来说 他们现在有一套新东西 叫做《香港一座喜来抗争的城市》 接下来会在悉尼电影节 和新西兰国际电影节都会登场 还有一些影评人已经在说 哇 厉害 这一套纪录片 简直是至今最完整描述 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影片之一 你真是说的等于没说 之前又有什么时代革命之类的 大致上这一套纪录片的什么形式来做呢 某程度上都是集合那些不同的暴动画面 例如他们被拘捕 访问一下 当中的人和事 看看他们戴上头盔 又说什么弄路障 那些什么气氛很紧张等等 不过这一套和时代革命有一个不同之处 如果时代革命比较多 是找回大耀廷 何桂南 有关于他们政治倾向的那一方的人 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人 去说他们对于2019年发生的事情 有什么选择 而这一套所谓的纪录片 就有点不同了 他透过四个角色 他们如何去参与这次抗争活动的故事 我首先简单说一下 这四个小故事是怎样的 其实挺好笑的 那么何解呢 如果你说到整件事 这么壮阔波兰 还有说到抛头颅灑热血 甚至冒着被警察都要拘捕的危险 都仍然要撲出来 仍然要这样做的话 什么守住李大 或者水跑车吠你都不怕 什么几百万人出来喊口号 为什么现在完全什么都不见了 如果现在完全连提都不会提 或者他们可以给很多理由 例如说现在有港区国安法 或者可能现在就有五千元的电子消费券 或者可能有很多人移民 他们已经心死了 如果你们那时候说到没有民主 没有自由 香港就死定了 我们昨天还看到屯门一个伸出的楼盘 相当多人去抢购 如果一对比你们现在 又拿回2019年的东西出来 集合成一套纪录片 又说到里面民主自由的成份是怎样的 你一对比起来 就变得很好笑 那时候你说到没有是不行的 整个香港的命运是命远一线的 是要靠他们这帮人出来争取自由 要光时才有希望 有将来 那为什么现在那些人又没有事呢 是不是呢 这个是说不通的 那很好笑 他一开播那部片 就拍着 这个癫老彭定康 就在1997年主权移交的仪式上说话 那句就说香港人现在应该自行管治香港 这是承诺 亦是不可以动摇的未来 然后画面就立即逐过这二十多年来 大家的和平示威 游行场面 例如七一 民阵就叫人上街 那些虽然有些人说我不喜欢这样 不过他们合法的话 有申请的话 没有做一些其他违法的行为 警方也是容许的 其实这些真真正正才是香港的 民主自由的一种体验 拍完这些之后 就立即跳到2019年 什么逃犯修订条例 在那里喊了 然后有612大型的示威场面 暴动、扔砖 与警察互相发生一些肢体冲突 很明显他想在这个纪录片告诉人 是因为逃犯修订条例 来令人觉醒 即是要实现彭定康当时所说的那一句 应该是要自行管治香港 其实他这一句是百搭的 我想问一下特首不是香港人吗 如果由特首成为香港的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话 那由他来到统领如何去管治香港 有什么问题 其实都是彭定康这样说的 所以为什么当时他说这一句 没有说什么的哗言 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他现在这个香港人的说法 在2019年打后又有不同的意味 所以现在你说一声香港人加油 也可能很糟糕就是这个原因 可能人家都会立即质疑你的政治立场 究竟是怎样 因为当时听得太多 我们也不能怪那些市民那么惊恐 因为可能当时受得太多的黑暴 和这些所谓的抗争者 他们相当的躁动 随时可以滴你进去打 即是他们说是撕尿 镜头接着就拍下那些抗争者 那些暴徒怎样去搞事 其中就去到那些主角的身上 其中一个故事就是一个Eva 他就在中大的法律学院读书 他说他参与这场黑暴活动的时候 曾经收过来自内地的恐吓信和电话 说对他的家人对他恐吓 不过他说他不怕仍然参与抗争 也有走上街头参加和平示威 如果你说要参加和平示威 也会有人打电话来恐吓你 和你家人的话 那我算一算数 你那时候说自己 你们有200万人大游行 每一个人的家庭也牵涉几个人 如果这样骚扰的话 差不多全香港的人都被内地的电话 和恐吓信寄来香港 和打电话来骚扰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下个半价也好 起码也过百万人会受到这些滋扰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会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只是集合那一堆恐吓信 我想都可以责扁我 他说同时会和同学去抗争前线 也会留在学校看直播 也在线上发布一些最新信息 说他自己是一些比较站得厚的和理非 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者 即使想做到一点 就是说其实不是个个都是暴徒 这些只不过是默默地支持 仍然都会受到一些恐吓 甚至乎连他的家人都不放过 又不见他拿到什么实质证据出来 说小姐 就是你读中大的法律系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凡事都讲求证据呢 如果你又拿不出来的话 只能说一句话 老实说我就抱有很大的怀疑 再访问另一个叫William 说他是真的去到前线的暴徒 也说自己有做过后方的支援 说随着实际的需要转换他的角色 说除了街头运动之外 也关注政制里面的动向 其实在影片的尾段都有拍到港区国安法的实施 还拍到William说 觉得隐隐地感觉到这个法律的威力 你不要瘋了 那时候那些法律的东西 暴动、纵火、严重伤害他人身体、恐吓、刑事毁坏 这些你们不害怕吗 威力 所以这些谈话、垃圾千万不要来骗人 还说担心港区国安法会实践 令到香港社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实说那时候你们不知道出来堵路 出来大事破坏 会暴动、非法集结吗 其实只不过多了一个新的法例 叫做港区国安法 它里面主要都是四大法则为主 也各自有刑期是怎样的 其实只不过是多了一些新的法律 你要遵守的意思 没什么特别的 等于限聚令 其实过去的香港没有的 如果现在有的话 那你就要遵守 你会觉得这个法律真是很可怕 很恐怖 超过多少人聚集就要给你罚单 接着再去说 另一个年轻人就说他只有18岁 他希望成为一个足球员 他本来应该在学校和球场这两个地方出现 没想过在这个时代 搞到他每逢周末都要走上街头 成为勇武的抗争者 这些垃圾片真是害死人 他们以为自己真的要逼不得已 要走上前线争取民主自由 连自己喜欢的足球也要放弃 到时候他被人拘捕 这些他到时才会后悔 很多都是这样 还说为了这些事 就跟他的女朋友常常吵架 一方面因为他放假的时候 就不是说一起去温书 就走了去街头做暴徒 所以令到一起的时间也变得少了 另一方面 他的女朋友都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而且由于这些黄男士政见 又跟他的父母也翻桌 觉得到最后都是其他的抗争者 得到很多情感上的支持 说得相当之厉害 好像眼淚淚那些 父母也不明白我 女朋友也不明白我 只有抗争者才明白我 那当然了 你们全都是暴徒 你们全都是在做同样的事 所以大家就明白互相在做什么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说他在2014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参加散云 也觉得和平抗争是武力的 不是动手一脚的武力 是软壁壁壁 无能为力的武力 他说在这次的抗争里 就转为做勇武派 即是暴徒 说他的家庭对于他的抗争来说 也很重要 不过两者都是很难去兼顾的 我觉得家庭还可以等一等 即是他父母都可以牺牲 因为还可以有时间 但是前线的手足就不可以等了 证明这件事好笑就好笑在于这里 你说说到前线的手足 和香港的未来不可以等 所以要出来这样做 因为说无力 已经是无力而为 所以要出来打获劲 如果现在不成功 那接着又怎样 完全是灵 不要再自欺欺人 说我们静静地等下一次的机会来 天时地利人和 自己慢慢等 等着等着就一定会来到的了 现在就不是在我们那边的势头 那迟些就一定会回来的了 这些阿Q精神 我只可以说你是愚蠢 那时候的责任又怎样呢 是不是 后来就说觉得应该要退休 所以不再上前线 不是说因为抗争受伤 是因为他的女儿已经出了世了 可能觉得出了世了 那还做什么呢 不如带上去BNO祖家 这个我帮他加下去而已 所以这一套片后来就拍了很多连龙牆 人链 狮子山那些什么人海 弄出来的灯光 弄这些出来想代表什么呢 就是一种连结 就是告诉大家 他们是有一群人 心连心意志连意志 这样拎了一堆 痴痴呆呆坐在一台 说他们互相之间 有些市民就支持他们 接着就拍一些警察拘捕他们 觉得好像很暴力那些 就拍到警方一定要用这样的形式来制服他们 他们把香港破坏成这样 接着再拍一下721 白衣人打人 831太子站 他们又是被警察按下 他们打人的不拍 接着又拍下928占中五周联集会 又拍下国庆北京阅兵 又拍下中大的保卫战 他们很流行的 就是用一些歌舞声评 接着就对比这些打到飞起 或者一些值得庆祝的事 接着转一个镜头就打到飞起 这种手法令人觉得有一种影尘 究竟这个城市到底是开心 是不是假象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为什么好像没有人理 他们就用这种形式来推动那些人的情绪 这些我们要理解和拆解 他们怎么会这样做 可能拍下抗争者 一些很有血有肉的个案 可能拍到情侣 虽然在商场里面 手牵手流逛街 也会拿成千元出来 在这个乱世里面 会买一下模型 也拍着他们 其实是穿黑衣黑褲 站在街头 一边玩手机 一边冻在这里 也在看直播 还说见到自己可以吃雪糕 其他抗争者在前线看直播 觉得很内疚 那你就不要吃 他说这一套纪录片 不是想说什么革命豪情 那些胜利者 是希望从这些抗争者身上 感受到个人的生活和思考 还说他们的困惑和伤痛 没有大台 究竟怎么组织出来 还有说说前线受伤和被捕的风险 例如说说之后的保释金 律师费 又说产生什么家庭矛盾 他们的现实问题 觉得这个时候 究竟是还好不读法律呢 又说觉得这个香港 究竟去还是留好呢 坐牢呢 还是移民呢 这两样东西 已经令到很多人的家庭 叫做分离了 怎么影响家庭关系呢 其实这套片有没有答案 其实就没有的 他们觉得现在这一场所谓的运动 是还没完 还说这个故事应该是继续的 大家要记住 其实他拍了很多这些 人往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他想凌造一种气氛 就是人们将这件事埋藏在心底 就是他们现在表面上 有他们的生活 我有我的忙碌 但是他想告诉别人 就是他们仍然在等待机会 这个故事是否还可以继续呢 当然 现在某程度上 都是转头去海外那边 就继续看下去了 或者这一套所谓什么东西的 一座起来抗争的城市 很少在那个点就是 起了身抗争了 为什么没有了下文 不要只是赖港区国安法 其实是这一群人 他们自己都知道叫做无以为计 即使就算 哪怕你继续在找一些内地不好的新闻 不断放大 在发烤 在说 在形容 其实变相来说 有跟着市民 看看英国方面 有没有什么丑闻 或者有什么热浪集击 或者什么能源 电费内的加价 政府都要付钱 补贴下去才行 否则那些人来冬天 怎么办 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样对比下去是没有意思的 你去踩内地 或者甚至乎踩 关于习主席的讲话 踩 他最近期在书展的那本书 其实有意思吗 不是单凭你几个 或者你这一群人 网络上也好 媒体上也好 这样讲笑话 是不会笑得倒 讲得倒 这些是一些很现实的基本问题 这一套所谓的片 又好像没有之前那个时代革命 那么有广泉性 是不是因为导演问题 是不是因为周冠威三个字 很响 所以就会比较多人看 看来似乎不是 当然的 有竞争有进步 不过有竞争有比较的话 可能会影响了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这一套稍为 现在来说 都好像没什么人拿来说 甚至乎大家都看到 刚才提到 已经是叫做 在德国那边就播放过 现在又说有 澳洲和新西兰都有机会播放的 在电影节里面 是不是应该要全力支持呢 又不过去出声 叫支持 那么奇怪 是不是不想有人弹起呢 这个留回他们自己的圈 里面去私了 好 那今次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